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的姐妹们 23号化成成圣诞天使 带圣诞礼物来到黎明教养院 和院生们提前欢庆圣诞节 而理事长张美慧特地采购了黎明庇护工厂的饼干 还有募集了纸尿铺以及毛巾 送给黎明教养院 用最实际的行动来关怀社福机构 黎明教养院的院生在一楼大天兴奋的等待 因为他们知道今天有圣诞天使要到来 这是华联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的姐妹们 特别做了圣诞老公公打扮 更带来许多圣诞礼物和院生们同乐 很开心耶 那因为疫情所以我们都不能见面 那好不容易今天有可以在一楼的大厅 短暂的相聚因为圣诞节来 那我今天带着很多的姐姐 阿姨来看大家 那我们带着圣诞的饼干 希望大家在这一年 虽然疫情 但是我们也是平安度过 那希望明年可以开心 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那我们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都会在大家的身边好不好 好 礼品的院生也一连创了两首歌曲 欢迎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的圣诞天使们到来 而院长梁桂花十分感谢社团的善心 我们非常感谢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有理事长带着我们的会员们一起来到我们黎明 那尤其是在圣诞节的前夕 非常感动 我们的孩子因着今天的一个圣诞节 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我们披护工厂的小饼干 甚至连我们的员工都有 我们非常感谢 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特别采购了黎明庇护工厂的饼干 增加工厂的营业收入 再把饼干和一大箱募集来的纸尿布与毛巾 一起送给了黎明奖院 提供最实质的捐助 也让圣诞节更有意义 这里会幻视报导